那之前呢其实我们听过非常多的像是中国央视对台湾的喊话说弯弯回家吧 那也有很多这种洗脑的歌曲像是什么2035去台湾坐上火车去台湾等等的歌曲 那最近呢中国又出了一个洗脑歌曲是一位在抖音上的小小的创作者 他原创了一首歌叫弯弯回家吧 短短不到几天呢这首歌就成为他最热门的作品 也在抖音上大量的被翻唱 那我们一起就来看一下前两天在抖音上走红的这首歌曲 OK那我们就听到这里吧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这首歌呢他也只是瞬间走红而已 因为类似的歌啊蛮多的 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流量的密码 而且也有可能是一个走红的机会 所以像是类似的歌呢其实蛮多的 那接下来也是抖音上的一个原创音乐人 他做的一首歌也是跟台湾相关的 我们来看看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小弯弯回家吧不要再做那流浪娃 老妹是野狼不是你吧 迟早把你生团了 小弯弯醒醒吧 弯故就会被烟火花 老妹心肚了 会被找他 快点回来 站一站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一直讲武统武统 甚至喊出了最后的底线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结果也没有拭目以待 那有些小粉就比较心急了 但是他们也不能办下阵来 他们在气势上一定要压倒台独 他们也拍影片 他们不能武统 他们自己就在抖音上开始武统 那有些创作者呢 就在家里透过拍抖音影片 在家里面开始武统台湾 在地图上武统台湾 我们来看下面这位抖音创作者 他就在家里透过地图开始武统台湾 你个小玩八独子 你个卖足球融的三家钱 你还是给我规规矩矩 你老老实实地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面 否则 乌克兰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 到时候谁也板本 你死的会很惨 打死你 要不及玩玩 屏屏屏屏屏屏 他就会认为这种弱智的小粉红 在拖他们的后腿 在诋毁他们的形象 就是反而没有帮上忙 帮上到忙 所以他们内部其实也有些分歧的 那在我的留言区 大家也常常看到 小粉红之间的互呛 那像是这个小粉红呢 他在抖音上发布了这个作品之后 留言区呢 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小粉红都看不下去 觉得这位小粉红拍这样的影片 其实就是蹭流量 觉得还很丢人嘛 因为就很弱智啊 所以有些比较聪明的小粉 或者是智商比较高的 情商比较高的小粉 如果在YouTube的 在国外的话 他可能就会留言区 这是假的 肯定不是小粉红 这肯定是台湾人假扮的 或者说 这是东南亚人假扮的 你看他的手都这么黑 他肯定不是中国人 这么黑的手 怎么可能是我们中国小粉红呢 又是别人假冒的 东南亚人反串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这一支短影片呢 也是一位抖音的创作者 他的贴文中写到 公司最近的任务 就是让他回家 给家人去宣传 去普及 去科普啊 党的二十大的工作重心跟内容 然后呢 他的这一幕 就是被家人拍下来 然后上传到网路上 就顺便红了 祖国统一 是我们中华民族 一定要实现的目标 也是一定会实现的目标 一定要实现的目标 也是一定会实现的目标 我相信就在我们的不久的将来 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吓死了 好像家人看起来都没有太大的信心呢 那还有一个抖音创作者呢 我相信他应该不是小粉红 他说啊 他发布了这一支短片 发了几次都发不出来 他又发了一下 短时间应该还能看到 那我就及时把它保存下来了 是什么样的一支短影片 让他发了几次还发不出去 而且我看了这支短影片 就是中国外交部发出来的嘛 这是他们官方发出来的 但是为什么官方发的都看不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支短影片 这么的暖心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呢 现在经过这么一场疫情 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 达到了98% 我想在这儿 你看到的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呢也确保发展成果 更多和更公平的汇集全体人民 因为中国政府呢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将人民的幸福和满意 作为我们的标准 中国政府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人民的幸福和满意 作为我们的标准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好评率第一的 他说达到了98%的好评率 我相信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都达不到这么高的比率了 我看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日本、韩国、美国 基本上民主国家 都是50%左右徘徊 还没有超过 哇 哇中国直接达到98% 也真的 也不意外嘛 好像中国、朝鲜这些国家 他都是90%以上的好评率 而且中国是98%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2%是哪些人呢? 陈老师这种吗? 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觉得很暖心啊 你是哪里得到的数据 那另外这10% 如果不爱你党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把他抓出来 啊这种叛国 这种叛徒 这种叫什么 境外势力 对不对? 中国怎么可能还 2%的境外势力呢? 这太不像话了吧 但是我觉得 更不像话的是 中国的好评率 达到98% 我的天哪 你好意思讲出来 我听到华春莹在讲出 那个98%之前 他还犹豫了个两秒 我相信他内心的 那个对白 也是觉得很离谱 真的笑死欸 你们小粉红看到这些 都不觉得好笑吗? 还是说你看了这个之后 对政府更加的满意 骄傲 自豪 身为中国人 非常了不起 哈哈哈哈 真笑死 哦 所以我知道了嘛 为什么这一支短影片 要被平台给删掉 就是比较讽刺 你看 这个不是别人发的吧 这支影片是谁制作出来的 那是中国官方 那这个场景是在哪里 中国外交部 那中国外交部 是谁讲出来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这就代表了官方的一个态度 你官方说的话 居然在官方的平台之上 被删除掉了 那就证明了嘛 官方都觉得这句话 如果让中国人看到 让小粉红看到 让所有的人看到 都会捧腹大笑 真是超打脸 因为现在 因为这支短影片 应该是比较久之前的 那现在因为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我真的不想多说 全世界最糟糕 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China 所以现在这支短影片 他们也知道把它删掉 我的天哪 也太暖心了吧 你们知道 你们也知道 这支短影片很打脸哪 哇我真的是笑 笑得不行 天哪 哦对了 之前哦 在中国还有一个 抨击美国的短影片 我笑得快哭了 说美国是世界上 疫情最糟糕的 那说美国把疫情 成为政治工具 那我们都知道 到底是谁把疫情 变为政治工具的 那就说什么 美国啊 是那个 全世界抗疫最失败的国家 那 其他国家呢 都没有中国屌 那中国他 当时说啊 中国是世界上 抗疫最厉害的 啊 No.1的一个国家 那现在是非常打理的嘛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的状况 非常的糟糕嘛 那前一阵子呢 就是中国疫情 最初爆发的那几天呢 中国官方啊 就悄悄将 这下面这一支短影片 给悄悄的移除掉了 从境外的一些网站 他的官方账号下面 移除了这一支短影片 像是中国官方的TikTok YouTube 包括像是Twitter Instagram等等 他原本这支影片 是放在国外的 可能是想洗脑 这些国外的这些人 可能对中国比较有好感的 顺便洗脑一下 包括像是台湾的统派呀 说我们中国抗疫多牛逼 世界第一统派一看 我靠他妈中国这么牛逼啊 一定要统一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就打脸了吗 所以他就静悄悄的 将下面这一支短影片 自主的自动的 自己就把它给删掉了 这什么样的那支短影片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支短影片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睿评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 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时至今日 漠视美国人民人权的政治操弄 还在持续 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仍在美国大地上蔓延 这是美利坚的耻辱 更是美国人民的不幸 那还有一个在短影片上 也比较按战数啊 各方面流量都蛮高的 一支短影片 是因为定居在加拿大的华人 那他应该不是小粉红吧 是什么样的一个短影片 而且还是海外华人 他在抖音上发布了 这样的一支短影片 为什么按战数这么高 流量这么高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短影片 让大家这么喜欢看 真的就没有必要移民了 你要知道 其实东亚的人的平均智商是106 而欧美人的平均智商 其实只有90 所以整个东亚人 其实是要比欧美人更聪明了 而且中国人 他还不光聪明 还勤奋和勤劳 所以啊 在一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啊 这个中国人 一千年来都是世界第一 现在这一百多年的落后 其实是偶端 我们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 才是必然的 外国人都很想来 中国的这种盛况 很快就会再次重现 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太久了 只是包不住火的 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 很快全世界人民就知道 中国是什么样的 所以再过30年啊 这个金发闭眼的 这些20多岁的小姐姐 为了拿到中国的绿卡 就嫁给这些六七十岁的 中国的老头 都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为什么 我这个不是空谈 你现在在听我讲话的这些人啊 过30年40年 等你们退休了 说不定真的还能再娶一个 二十几岁的 就是欧美的这些女孩 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的 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发展 全国上下都在齐心攻击 你现在移民出去 那就跟1911年你去当太监 没什么区别 你知道我们的绿卡 其实才是全世界最难拿的绿卡 你现在移民出去了 以后中国崛起了 你怎么跟你的孩子交代呢 如果大家如果有这样类似的短影片 就分享给我 我再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透过右上角的Instagram私讯给我 那我再分享给大家 喜欢我的影片 一定要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 并点选全部 谢谢 拜拜 台湾同胞如果在海外遇到困难 可以向中国使领馆寻求帮助 说白了 就是要让台湾同胞享受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我们拿出真心对待台湾同胞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在大陆 这里是你的祖国 在海外 你的身后 站的是中国 万万 回家吧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 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